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9号,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白宫与国会谈判终杂成协议,给国安部拨款避免政府停摆 特朗普借不到4.64亿美元保证金,发帖怒斥法官逼他贱卖伟大资产 封口废案,特朗普请求被拒,且律师何彦新将出庭作证 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憎恨以色列,还说犹太人挺民主党士自我憎恨 纳瓦罗去迈阿密联邦监狱报道,呈首位藐视国会坐牢白宫官员 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发威,允许德州抓非疑,金法生效 贝佐斯前妻斯科特又捐6.4亿,360个小型非盈利组织将受益 3月19日上午,国会领导人和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协议 国会将在本周末最后期限之前为政府提供资金,打破是否给国土安全部拨款的僵局 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发表声明,这将允许国会在2024财政年度剩下的时间里完成给政府拨款 他说,参众两院各委员会已经开始起草法案文本,准备尽快公布,并由参众两院全体审议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发表声明说,参众两院正在最终确定文本和报告 以供国会尽快仔细审查和考量,不过,约翰逊和舒默都没有立即透露协议的细节 3月22日午夜过后,国会给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劳工部、卫生部和其他许多联邦机构的拨款将到期 为了防止这些部门届时停摆,国会需要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新的拨款法案 实际上,到3月17日上周日,国会两党议员已对五项拨款法案达成一致 但对国土安全法案仍然有无法解决的严重分歧 3月18日晚上,三名了解谈判内幕的消息人士告诉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国会与白宫达成的协议包括,一项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全年拨款的法案 而不是谈判代表先前一直在考虑的临时拨款法案 拜登3月19日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与国会领导人就如何处理剩余的全年拨款法案达成了协议 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正努力敲定一个可以很快提交表决的法案 我将立即签署,国会把给联邦政府拨款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 并在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了第一批法案 但是,两党议员在移民问题上互不相让陷入了僵局 3月18日下午,众议院及右翼自由核心小组两位领导人 发布了一封由41位共和党议员联署的公开信 要求给国土安全部拨款的任何法案 都包括HR2的核心要素即边境安全法案 否则拜登的移民政策不会改变 他们写道,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和我们一起 拒绝众议院直接为这些灾难性政策提供资金的拨款法案 而是选择反对这种对美国人的攻击 人们普遍预测,众议院及右翼共和党议员 将投票反对给国土安全部拨款的法案 虽然他们的票数不足以使该法案搁浅 但如果他们足够愤怒 议长约翰逊就可能遭遇政治上的麻烦 3月19日,前总统特朗普称 他被要求在纽约商业欺诈案上诉期间 支付近5亿美元的保证金是违宪的和非美国的 这可能迫使他出售他的资产 前一天,特朗普的律师通知法题 特朗普无法在下周截止日期之前 拿出4.64亿美元的全部保证金 3月19日,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初死搜索上愤怒地写道 在腐败种族主义的詹乐侠非法政治迫害中 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的法官 设定这种规模的保证金是违宪的 非美国的,前所未有的 对任何公司来说都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包括像我这样成功的公司 他还写道,担保公司都说 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规模的保证金 他们也没有能力提交这种规模的保证金 特朗普的这些话 与他的律师3月18日向纽约州 中级上诉法院提交的法庭文件中 所表达的观点相呼应 他的律师说他不可能拿出全额保证金 并称只有少数担保公司获得官方批准 可以承担这么高的保证金 而且许多公司都有内部政策 不允许同意超过1亿美元的担保 3月19日上午,特朗普在出搜手上进一步抱怨说 安格隆法官实际上想让我拿出上亿美元 来争取对他那荒谬裁决的上诉权 换句话说,他试图剥夺我的上诉权 以前从未听闻过这样的事情 他还说,我将被迫抵押或出售伟大的资产 也许会见价出售 如果我赢得上诉,他们就会消失 明白了吗?政治迫害,干预选举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此前辩称 部分问题在于,特朗普不能把他的财产作为抵押品 他的律师写道,据我所知 特朗普集团拥有强大的资金流动性 但他没有1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因此,对于像特朗普集团这样大部分资产 都投资于房地产的公司来说 获得4.64亿美元保证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上个月,审理这起商业欺诈案的法官恩格龙 判特朗普需支付近3.55亿美元的罚款 特朗普随后对该判决提出上诉 但在上诉期间,他需要支付的总金额将继续增加 2022年,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对特朗普提起诉讼 指控他在关键财务报表上篡改他的净资产 以获得税务和保险福利 恩格龙认定特朗普、特朗普集团和包括他成年儿子在内的几名高管 对欺诈负有责任 而此案的罚金由法官单独裁定 在审判过程中,特朗普经常痛斥恩格龙和詹乐霞 在出此搜索上发泄情绪 特朗普封口废案的主审法官日前驳回了这位前总统的请求 允许他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和成人电影女星丹尼尔斯 在这起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作证 3月18日,纽约州法官莫钦做出裁决 允许克尔和丹尼尔斯出庭作证 但对丹尼尔斯的证词施加了一些限制 特别是他不能就2018年接受测谎一事作证 那次测谎结果表明他关于特朗普的言论是真实的 这起诉讼是由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提起的 他指控特朗普伪造商业记录 也瞒他付给克尔的钱是偿还克尔在2016年 总统竞选末期付给丹尼尔斯的13万美元封口费 丹尼尔斯声称他2006年与特朗普发生过性关系 特朗普否认他与丹尼尔斯有染 但承认给过克尔13万美元 在上个月提交给法庭文件中 特朗普的律师辩称 克尔和丹尼尔斯都不应该被允许出庭作证 因为他们是骗子 克尔承认他在特朗普最近的商业欺诈案庭审中作证时撒了谎 但墨庆认为他的证词可信 墨庆在3月18日发布的文件中透露 他还对另一个声称与特朗普有过性关系的证人 即花花公子前模特迈克道格尔施加了一些限制 特朗普也否认他与迈克道格尔有过婚外情 该案何时开庭审理还不清楚 审前听证会原定3月25日举行 但墨庆3月15日把开庭时间推迟到了4月中旬 3月19日 特朗普指控民主党人憎恨以色列 并称支持民主党的犹太选民憎恨他们的宗教 特朗普当天接受保守派电视台主持人高尔卡采访时 被问及为什么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和民主党人憎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他指的是舒默最近呼吁以色列举行新的选举 把内塔尼亚胡赶下台 特朗普回答说 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恨以色列 民主党也恨以色列 他认为身为犹太人的舒默出于政治原因 变得非常反以色列 并列举了加沙暴发冲突后 全美各地发生的大规模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特朗普称 任何投票给民主党的犹太人都憎恨他们的宗教 他们憎恨以色列的一切 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因为这样以色列将被摧毁 他这番话立即遭到了犹太团体和拜登政府的反驳 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格林布拉特发表声明说 指责犹太人因为可能投票给某个政党而憎恨自己的宗教是诽谤 这显然是错误的 真正关心以色列与美国联盟的领导人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 而不是瓦解两党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上 白宫发言人贝茨指出 去年10月以色列遭到袭击后 全球范围的反游事件急剧增加 他说没有任何理由 对民众散播错误 虚假的成见 这是毫无道理的 正如拜登总统所说的 当他在夏洛茨维尔看到新纳粹主义分子高喊 与1920年在德国听到的同样的反犹太容骂时 他被打动了 决定竞选总统 绝不给仇恨任何安全港湾 包括今天 舒默抨击特朗普的言论是极具党派性和仇恨性 他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我正以两党合作的方式 确保美与关系在中东和平的推动下 世代维系下去 3月19日 前总统特朗普的白宫顾问纳瓦罗 到迈阿密的一个联邦监狱报道服刑 成了第一个因藐视国会罪 而坐牢的前白宫官员 创造了新记录 纳瓦罗入狱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坚称 他被定罪是对宪法三权分立 和行政特权的致命打击 纳瓦罗因拒绝配合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对2021年1月6日国会暴乱的调查 而遭指控并被判有罪 今年1月被判处4个月监计 纳瓦罗对自己被定罪和判刑都提出了上诉 宣称他拒绝遵守众议院特委会的要求时 受到了行政特权的约束 但是负责此案的法官裁定 没有证据表明他享有该特权 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 驳回他的上诉后 他的律师又请求联邦最高法院 发布紧急命令 让他暂缓入狱服刑 3月18日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驳回了纳瓦罗免于入狱的请求 这为他3月19日开始在佛州一所 低警戎的监狱服刑4个月扫清了道路 罗伯茨没有把此案交给最高法院全体大法官 而是独自行事 他在裁决书生写道 没有理由不同意上诉法院的裁决 即纳瓦罗没有履行他的职责 3月19日 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允许德克萨斯州执行一项颇有争议的新法律 按照该法律 德州地方警察有权在该州境内逮捕非法移民 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当天尽管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 但最高法院占6比3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 还是拒绝了拜登政府提出的紧急请求 即各州无权就移民问题立法 因为联邦政府对移民问题拥有唯一的权利 最高法院当天的判决只是针对拜登政府提出的紧急请求 这意味着德州这个法律虽然目前可以生效 但仍然会受到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律挑战 日后还有可能被推翻 该法律将颠覆联邦与州之间长期的权力平衡 并造成混乱 除了索托马约尔 大法官卡根和杰克逊也反对这个裁决 3月19日亿万富翁慈善家兼作家斯科特宣布 他将向360个小型非盈利组织捐赠6.4亿美元 此前他曾公开呼吁这些组织申请他的收益给予捐款 收益给予的第一轮捐款金额是斯科特最初承诺金额的两倍多 起初斯科特和他的团队在没有申请程序的情况下 研究和选择非盈利组织 并向他们提供了大笔不受限制的捐款 自2019年以来已经捐赠数十亿美元 申请刚开放时 约有6353个非盈利组织申请了100万美元的赠款 这一次在外部评审小组中获得最高分的279个非盈利组织获得了200万美元 而第二集的82个组织分别获得100万美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